台风狮子山的影响下,香港到处暴雨连连,跑马地掃赶普洛活道,有棚架倒塌,压着两架车和整条行车路。 网上流传一段闭路电视片段,显示塌棚那一刻的路况,清楚地见到,刚刚有车洗过。 凤龙一声,车和人全部被压在棚架下,闭路电视的片段,令救援人员可以立即判断到棚下有人要尽快拯救。 这就是闭路电视的最大作用,就是保护市民生命财产,而不是像黑暴时暴徒所说的监控人民。 还记得,2019年黑暴期间,暴徒在社会四处打窄烧时,第一件事就是打烂现场所有的闭路电视。 暴徒甚至将政府新安装的20条有天眼功能的智慧灯柱,割断,拆开,打烂,以每支成本14万计算。 重新安装这20条智慧灯柱,又要花我们公帑280万。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,问题是,如果出了意外,发生了罪案,搞出人命,没有闭路电视的路况下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就永远没有人知道。 我曾经在贵州参观大数据中心,如果你用政治的眼光去看,那些天眼,个个都可以演绎成为监视人民生活的秘密武器。 但如果你从一个拯救生命和防止罪案的角度去看,每一个天眼,其实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符。 其中一个例子,就是2017年九寨沟发生的地震的紧急疏散。 大数据中心的负责人告诉他们,地震一发生,监控系统就立即显示最接近灾区的所有货车和大型车辆的位置。 然后他们就会向他们发送信息,动员所有这些在路上的司机,帮忙赶到灾区的外围,将灾民接载到备护所。 负责人说,这样的紧急动员一定比救援车辆由市中心再开入灾场快捷得多。 所以,满脑子犯罪歪念的人,才会觉得天眼可怕。我好处想,满城的天眼反而令老百姓活得更安全。 近年内地大小罪案的数字都急降,儿童拐大几乎绝绩,走失的老友都很快找得回,天眼真的要记一功。 这种监察,其实绝对发挥了隐形警察的作用。 因为私隐,因为黑暴黄丝经行藏败露,过去在香港要张个天眼,障碍处处, 今日议会上,反对派已绝席。我认为,政府是时候重新审视和兴建这些真正影响民生的社会设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